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心中有爱才能被人爱 我叫谢英华 二号女嘉宾 您好 大家好 我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 我来自辽宁沈阳 三号女嘉宾 你爱我的样子 决定我爱你的深度 我来自安山 我叫王春凤 四号女嘉宾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爱要用一生去守候 我是来自沈阳的王春梅 好的 我们密室里边的四位女嘉宾 已经准备就绪要开启 自己的相亲之旅了 人说人很容易老 老的那是容颜是青春 而不老的是自己那颗年轻的 永远可以年轻下去的心态 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这位男嘉宾 他就是这样一位 越活越年轻的人 来咱看一下男嘉宾的照片 这是一个正见照类似 是啊 这么看很英气 不过是浓眉大眼 而且发量很多 来有请我们男嘉宾 闪亮登场 年轻不是外在 而是一种心态 大家好 我是张果志 好 欢迎您 叔 我发现您怎一高 您多高呀 我看我们学校穿大高 我是老长时间不穿这双鞋了 你没有书高 你这样都没有书高 是14 但他很显格 那我多高 那我站直六点 大比比高 他像一里八级的样子 很高 很显格 腿长嘛 一个是腿长 另外一个他非常挺拔 就是人到这个年龄往往感觉到好像有点发堆 但是你会发现它是很直的 你听着 板着 他跟我嘟囔他紧张 有点紧张 你别紧张 咱都没看出来你紧张 冯狗那话咋说的 天生拉车大长腿 对 都去耳下巴 全是腿 对 就是这身材 就这长相 这气质 这谈吐 你紧张啥呀 应该我们密室女嘉宾紧张 他们看到你应该 谁看了谁都抖一抖 就是想跟你多说两句话 对 我掐着一算 密室里的阿姨肯定都蠢蠢欲动了 是不 算出来没 但我其他方面我没算出来 他到底是啥情况不知道呀 不敢算的 咱看看行吗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短片 来咱们看看我们男嘉宾的生活状况 2015号男嘉宾张先生 63岁黑龙江人 李毅临场干部退休 孩子已独立 大家好 我是张国志 今年63岁 现在定居营口 我本是黑龙江一村人 一直在黑龙江工作 在我考虑退休后 是否要回一村生活时 我的好朋友提议让我来营口养老 我来这边一看 瞬间就喜欢上这边的生活环境 再加上很多朋友都在辽宁 退休后就来这边定居了 如今我在营口已经生活三年多了 都说一样是故乡名 但是我因为太喜欢这里 而把他乡做故乡 我的生活很简单 除了自己的一日三餐 就是每天到公园去走一走 玩一玩 偶尔也会和朋友们聚一聚 至于兴趣爱好 我喜欢唱歌 但是唱得不太好 而且也在学习游泳 在一个海边的城市居住 不会游泳那可太遗憾了 可即便把生活安排得再满 我自己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很孤单 所以今天来到爱的选择 寻找我下班生的另一半 爱的选择